距离Sora火爆全网才仅仅半个月不到 谷歌就给出了强力的回击 2月26日 DeepMind发表了一篇名为 《生成式交互环境》的论文 提出了用20万小时2D航版游戏 训练出的世界模型 Jenny 与Sora这种只能看的纯视频 生成模型不同的是 Jenny可以生成一个 实际上手把玩的互动环境 同日下午 DeepMind的创始人哈萨比斯 在接受采访时 也说了一通火药味十足的话 他表示OpenEye的成功缺乏创新性 仅仅是把现有的创新规模化了而已 言外之意 和Sora相比 Jenny才是真创新 那么这一期就带大家来看看 Jenny的创新点究竟在哪里 以及她有怎样的发展潜力 我们先来看看 Jenny都能做些什么 简单用一句话描述的话 Jenny的能力就是可以将任意一张图片 转换为可游玩的二D世界 这意味着你既可以为她一张随手的涂鸦 也可以为她一张现实世界的照片 Jenny都可以将其转换为一个二D横版游戏 你甚至还可以利用文生图的模型 先生成出一帧高质量的游戏画面 然后再用Jenny把这张图片转为二D游戏 你看这效果 是不是已经有独立游戏那味了 作为一个完全的无监督学习模型 Jenny通过观看大量二D横版游戏视频 不仅能识别出哪些元素是可控的 还能在不同环境下理解相同动作的一致性 比如这段demo 你可以注意到同样的动作序列 在不同的环境中体现出了相似的行为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可控性 使得模型学习到的动作空间具备了可解释性 也就是说人类可以通过观察Jenny的输出 将模型学到的数字动作序列映射为实际的语义 比如前进后退跳跃之类的 同时也正因为Jenny是一个完全无监督学习的模型 她无需任何额外知识就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 DeepMind就尝试用巨身智能模型RT1的动作视频来训练Jenny 结果和2D游戏的情况一样 相同的潜在动作序列也会导致模型做出相似的行为 因此团队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基础世界模型 还会吹升未来的AGI智能体 可能有不少朋友好奇这样神奇的效果 是如何通过完全的无监督学习来实现的 简单来说Jenny由三个部分组成 潜在动作模型用来推断每两帧之间的潜在动作 视频分磁器用来将原视频转换为包含了10空间信息的token 动态模型基于10空间token和潜在动作序列预测出下一帧 不能看出潜在动作模型才是实现视频生成可控性的关键 DeepMind通过完全无监督的方式 把两帧之间的切换编码成一个潜在动作 视频分磁器没什么特别值得说的 就是用VQVAE把视频压缩为离散表记而已 最后的动态模型本质上是一个只有解码器的transformer 它接受之前的视频token和动作序列 在解码成下一帧画面 在训练完成后 实际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 先把用户的提示图像token化 然后和用户的动作输入一同传给动态模型 不断迭代生成下一帧 再通过解码器还原回像素空间即可 所以理论上只要不人为强制中断 这个游戏就可以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虽然Jenny看上去可以轻松生成一个像模像样的2D横板动作游戏 但实际上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它对游戏业界的冲击都近乎于零 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展开说了 毕竟Jenny的真正意义也并不在此 从去年到现在 已经有太多太多的模型或研究宣称自己就是世界模型 或是想方设法暗示自己和世界模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Jenny是第一个让我真正觉得有一丝世界模型味道的工作 单从生成效果来看 她和Sora肯定是没法比 但真正的世界模型不仅要对世界有感知力 还要与世界建立起动态的互动式想象力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拿我已经用过无数次的这段底特律变人视频为例 马股斯之所以能够做出正确的动作规划 在于他针对任意给定的环境都能准确预测出 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而这一切其实都是以连续真的形式在脑中进行动态的交互式模拟 Jenny现在的实际表现当然还非常稚嫩 但从输入和运作机制来看 它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很接近这种推理和规划过程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DeepMind声称这是一个基础世界模型 我认为并不过分 那是不是说Jenny就可以一路高歌猛进 实现真正的世界模型乃至AGI呢 也不尽然 它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技术难点需要解决 首先真正的世界模型是要建立在对现实实空间和物理规律 精确建模的基础之上的 只有精确建模了物理规律 才能在此基础上准确预见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从目前Jenny的技术原理来看 它在这方面的实际表现并不会突破SORA的上限 换句话说 神经网络对物理规律究竟能拟合到什么程度 只要观察SORA或下一代SORA就可以了 第二 基于完全无监督学习固然是好 但是不是已经限制了潜在动作的数量上限 这篇论文非常讨巧地使用2D横板游戏作为训练数据 所以潜在动作空间的大小可以限定为8 这用来表示2D游戏决策的前进后退跳跃或许已经足够了 但和真实物理世界中的动作复杂度未免相距甚远了 或许有人会说 那大幅扩展潜在动作空间不就得了 其实都不用大幅扩展 就在现有基础上再扩大几倍 你觉得同样的动作序列在不同场景下还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吗 而且真能精确映射成打喷嚏脑痒痒这样可解释的动作标签吗 我认为以论文中的手法 在扩大潜在动作空间之后 是很难继续维持可控性和可解释性的 而没了可控性和可解释性 这个手法的实际应用价值也就大打折扣 这是一个结构性缺陷 并不会因为换用现实世界的训练数据就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第三是前后一致性问题 虽然Jenny从理论上来说 可以通过无限生成可互动针 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 但对于长时间序列的视频来说 保持一致性终归是有一个限度的 时间稍长一点 前后的逻辑一致性就很难继续维持 所以你会发现官方放出的demo 全都只有撂撂数秒 根本没有更长的demo 考虑到算力约束 它在这方面的持久力 同样也不会超过sora的上限 而且提到算力的话 生成速度也是一个大问题 互动视频与普通视频不同 讲究的就是一个实时性 而以论文中的手法来看 目前也不可能实现秒间生成24帧 所以珍妮依旧是一个需要大量堆算力的手法 事实上在本论文的实验部分 团队也确实验证了 珍妮的实际表现会受到模型规模的影响 但正如在本视频片头哈萨比斯说的那样 OpenAI的创新能力和deep mind的相比 可能确实差点意思 但如果比拼的是堆算力 把一个模型规模化到极致 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哪家公司干得过OpenAI呢 单从这篇论文公开的手法来看 把珍妮这个互动idea纳入到下一代Sora 对于OpenAI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 而且就像OpenAI利用谷歌开创的Transformer 把大圆模型做到极致一样 以OpenAI的工程能力 我相信他会把这个idea发挥得更好 当然至于做还是不做 就看奥特曼是否认为这个方向有足够的商业价值了 总的来说 珍妮是一个很具创新性的工作 也是第一个让我觉得可以称为世界模型雏形的工作 她不仅提供了生成式AI的新范式 增强了可控性和可解释性 也为生成式应用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但尽管如此 她距离成为真正的世界模型 还面临非常多的技术挑战 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像生成内容的真实性和前后一致性这些问题 虽然在短期内没法从根本上解决 但可以通过大幅扩大模型规模 来实现一定程度的缓解 而将模型规模化 恰恰又是OpenAI的强项 未来OpenAI是否会将谷歌的这个idea 纳入到下一代Sora 亦或是在单独开个产品线 都是未来值得期待的看点 这里是关于智能科技 那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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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